老實說喔 你的手機裡是不是下載了一些 下流的東西 大家好我是江江 今天的創意頭條要帶大家前往一場下流派對 下流派對其實是一款無緣上架的APP 但是呢我們一直覺得說它玩起來非常的恥ずかし 有點害羞 我覺得這內容其實非常精彩 只是Apple Store不讓我們上 那我想就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聊一聊 給大家看一下評評理 這款APP究竟有沒有那麼低級 有沒有那麼下流 我們早在2012年就設計出這一款APP 這APP裡面呢包含了九種 常常去金錢報的老司機 就會覺得非常熟悉的派對花招 而且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特別都加入了一些手機的科技在裡面 比方說像手機過山洞這個遊戲呢 玩法就是讓手機穿越玩家的身體 在穿越的同時 手機的camera會打開來 記錄這一整段撞有人體的過程 是不是很精彩 值得一看 比如洪大風吹這個遊戲就更先進了 它是透過手機的麥克風 去偵測玩家吹出來的風量 有沒有辦法讓畫面中的這個羽毛飛動起來 那你可以想像你如果經常吹 經常讓這個羽毛飛動 是不是可以順便鍛鍊你的肺活樣 再來 搖手機呢 它是一個可以兩個人一起競賽的一個遊戲 透過陀螺儀去感測玩家在限定的時間內 搖動這隻很吵的雞 厲害的玩家甚至可以讓這隻雞的口吐白握 是不是還蠻好玩的 這樣應該算樂而不贏吧 當時我們真的很興奮 因為我們同時還做了 0204聽力測驗 還有老爺我還要 這樣子的好玩的遊戲 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上架 然後第一次申請上架 就被對方駁回了 對方說我們的遊戲太猥褻 這時候我們就覺得很納悶啊 那你們不是也上架了一些 像是Golden Fingers這類的遊戲嗎 怎麼他們就可以上架呢 沒關係 我們改 我們讓我們的男主角的造型 從三角褲 改成了四角褲 最後甚至讓他穿上了短褲 對方說我們的遊戲名稱太低級了 沒關係 我們改 我們把下流派對 改成了 其樂派對 最後改到 歡樂派對 就這樣 兩個月內 來來回回改了六次 終於本團隊有了一個覺悟 那就是 Apple Store啊 他應該是永遠也不可能 讓我們這款遊戲上架的 不管他們是為了維護他們自身的商慾 或者他們是為了要避免一些社會上的紛爭 無論如何 身為小小的開發商 只能尊重啊 至少下流派對 會一直上架 在我的心裡 如果你也有小蝦米 對上大鯨魚的經驗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我們一起來討論 這就是今天的創意頭條 好 好 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